我愉快 生活是屬於你們的老 我就談不到我生活了 真的 整天整天都在處理身體 心情 都沒辦法寫 今天記得幾個要求 上一次 但是 我回去看那個樂園大佬 看那個Youtube的 我覺得我前面 是不是上一次 前面講的自然數 我那個講的真的很精采 很厲害 全世界沒有人可以講得過我 整個科學 但是終極告訴我 我說 我之前我講了一段基督教 談大家信不太高 我說 我為什麼會講基督教的人 你們今天沒有來 他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 那個零件怎麼可以培養起來 我說 我等一下會到什麼 就是講到基督教的人 我不會講到基督教的人 你們一直在習慣 怎麼講 剛剛講完自然數 講到基督教來的 那就習慣為名兩個支柱 一個是科學 一個是基督教 你真正懂科學 你就會懂基督教 你真正懂基督教 你同樣也會懂自然數 那這兩個問題 那這兩個問題 我一講出來 這個聖德基法 你沒有想到 所以我回去就 考慮了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 開始是我帶大的手 我注意了三件事 中國教學的經驗 和現在中國在學 那必須要按照西方方式 去從一座位置去科學 社會來說 普遍的中國問題 都是佛教 除了佛教之外 和佛教相關就是自己的 你說這些問題 對我 中國教學的經驗 中國教學的經驗 是一個問題 到現在我們也沒有辦法 做得最好的問題 但是 對我人來說 是我遭遇的一些事情 我已經做一些事 或者參與一些活動 是我生活的一步 所以 我不覺得 哲學可以單獨 拿下來 我是研究哲學 好像那種 所以 科學和基督教對我來說 根本是 同時存在的批音 是兩樣大的問題 推不開的 但是 在一般的狀況裡面 這兩件事 簡直是不是和馬球不相機 好像科學一會 就推翻了基督教 基督教有的時候 它是古老的東西 是社會民間的 類似於迷信的 西方式的 宗教 但是 在我來說不是 這個段話 吃飯的時候 怕我問我一個問題 我覺得 合理的關係 蠻密切 他問我 貝多芬 聽不到 可以上台去指揮 可以做起 怎樣 怎樣 我覺得 那個問題 就這樣 問題 問題是一樣的 你知道嗎 就是從 人做出來的結果 去懂事情 不但注意 你人的內在的本身 那就 你的科學越來越 越來越 你的宗教越來越 你的藝術越來越 越 所以 真的要去懂 貝多芬 他是一個特殊的人 沒有錯 是個建材人 他做出來的東西 超乎一半人 太多成人了 所以你去瞭解他 藝術維 可以按照他做出來的東西 去瞭解 是一個方向 但是有限度 與此這樣做 對我來說 應該是 是 找屬於 貝多芬 自身 做出他自身 做出來的事情 內在的根源 說是這樣說 這是太難的事情 因為我們 不可能 大家都天才 不可能 每個人都是創造者 都是藝術家 都是宗教家 科技家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當我回答第一問題的時候 你知道 我的困難嗎 因為我一開始想的地方 和你們 因為我問題的時候 和你們想的地方 是不同的出發點 這個 我那天吃晚飯的時候 越講越 越激動 我都急躁起來 因為 我學了很多東西 不是我覺得 要懂外面那些東西 我糊裡糊塗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我想要知道 好不好說生命 生命這兩個字 太危險了 靈魂 靈魂 神命 超越 像說 你一樣的東西 講不清楚 但是一定有那個東西 是不是 我十來歲就是 被那個東西 迷倒 我只看到 我學的東西 不是那個東西 我覺得 我 學的時候 都是一種反正 不是我得到了它 所以假如你們問到我 關於 中級性的 哲學的問題 生命的問題的時候 我就會急躲起來 因為我自身 我做了一輩子 什麼都學了 但是還在那個泥團裡 但是還在那個泥團裡 焦灼了很 因為老越焦灼了 我知道它不是問題 但是你不可能不焦灼 所以這種問題 通過自然術科學 學的書學 轉回到基督教 對我來說 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當初在 台大住在 西森南路 喬上宿舍裡 我每天 下了課 我吃過飯回去 一到那個床邊 我就擺了一段神經 先讀一段神經 我覺得那是最晚 是自然的事情 沒有說 你說 怎麼懂聖經 想聯想 我那時候 喜歡的聖經 不是行約 是舊約 我也不喜歡創世紀 也不喜歡 主愛底紀 也不喜歡 一一樣 這個新歌 只是躍伯記 其實是歷來帝王子 這是從 扫羅到 所羅門 其實就是所羅門以後 就是 川道書 奸言 這是我當初比較喜歡 这个亚伯拉暗摩西的挪压对我来说是个迷,它不是个故事, 这就发现咱们都耽误故事来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二十几生,我又不会对一个问题困扰到什么时候, 我知道我那个东西是个迷,大家讲的是不对的,不在塞,暂时不要管它。 所以那个时候我懂得求世界为民远,都为了中国求民远, 在地中派里面我还是注意到西方的。 现在经过几十年了,我都终于处理过了,我当然更清楚了。 我们说举个例子,我懂得亚伯拉暗,但是我懂得亚伯拉暗, 跟别人懂得完全不一样。亚伯拉暗的地底,亚伯拉暗的家人, 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说不知道。 很少说,你问他什么问题,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做, 亚伯拉暗不是这种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他老是听到有个声音的, 。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样子的基督教是个谜。 我这样说这个意思,我会这样注意这个事情, 是因为苏伯拉暗,因为什么东西? 苏伯拉暗就是不知道。 我要借我所有不知道,反正那个知道的可能性。 因为在这种情境里面, 大臣车大臣被我讲到那个大臣其心, 一心深二门。 一心深二门。 对不对? 咱你从真如何生灭去讲那个心的话, 也永远是问题。 一心疑虑交易,正问不管什么, 我现在讲一样, 他说那你就从那个心讲真如何和那个生灭, 这种情境,在佛经里面, 其实显然都不是很精确的, 反而是基督教的人才比较好。 但这个是个非常复杂,很庞大的。 我现在因为被你们弄了很多, 你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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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哟,我才晓得, 我这个给你终生做了些什么事, 我简直不可思议的。 我是学了所有可以知道的东西, 反正那个不可知的东西, 如此而已。 所以你一定要问我说, 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什么意义, 结果什么,问题答案在哪里, 在中级你问题里面,我打不出来, 我打的话就掉到你的陷阱里头了。 哦,我就会很急迫, 年轻的人都不知道, 年轻的人可能有一点当做问题来处理, 中国正月了, 从现在中国正月了。 所以, 这种情形告诉我, 一件事, 和基督教相关的。 真正的树林, 讲灵性的。 一开始就没有讲到, 一开始就没有讲到, 一开始就有一个声音, 讲Method, 分之有吗? Law, 那个意思, 原来的真正的意思。 就是说, 人归呼吸, 有生命力, 活着, 所有有生命, 有之物呀, 什么都能够要, 从头可以使你, 叫做Nighted. 换句话说,那种情形和老子佛教、奥义书讲的那个自然, 我说天就太固定了,老子比较好的自然。 我觉得是一个东西,后来这个字变成属灵了,对我来说有点完全不可思议的事。 而且讲属灵的时候,讲一件话,全世界都在犯罪,才有人出来讲了属灵这件事。 大家会注意的,基督教,我今天可以讲到基督教,可能会把基督教传统跌赴过来的。 但是我会告诉你,那个是真的基督教,只要不行。 我记得奥古斯丁讲过一个,奥古斯丁被后来很多科学家都注意,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多才多艺人。 我记得算清楚的话,第一个把真正的时间讲清楚的不是希腊人,是奥古斯丁。 他说,How could past and future be? 哪里有什么过去将来啊? 但是也没有一个present。你说这个现在就停在这边,没有那个东西啊,怎么可以停一直走啊? 一直走不是变定将来就是已经成为过去的,这个都是虚假的。 想要这个现在,那个过去和将来是不可能的事,只是你心里面想而已。 真正的时间就是你活在当下这个样子,这个环境。 我就想 lose 。 只要真的有这个现在的话,那个叫出enternity, 这个 我觉得奥古斯丁这个很了不起的。 这个igan原作是一版的。 你拿了一个问题,其实都是你一样的。 像这种情形,我的意思是告诉你, 从那个心讲二门,对不对? 真正从心讲二门是一个问题, 从二门讲心又是变管一个问题。 你最后说的意思是,心也可以二门, 二门也可以回到心, 那就是真正的心是包括心和二门, 是不是? 这个就是老子讲的,是,远,反。 我在那个极限中我讲的开放与还原。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真正从源头讲是一回事, 你不知道源头,想要追源头, 从后面讲源头,又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怎么去分辨这件事情? 就说的更普通一点。 你讲的谎话还是讲的诚实的话, 这个分辨很难。 现在也是一样,你说你自身懂你讲的话, 这个是很难讲的。 你说我懂我自身讲的话,我不知道。 因为我活着学到这样多东西, 最后只吃我这样讲而已。 你说我完全懂自知之道,没有。 所以困扰真正对假宗教讲的, 艺术教讲的问题。 真是不知道。 我们就是反正不知道,可以达到稍微知道一点点可能性。 真是有点卑微的东西。 所以假如讲到知识的好啊, 我讲到天花烂烂热, 人家讲到肺炎的问题, 哎呀,我是法师的。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是一个Eternity。 你真正的人, 就是在现在, 人家没有死亡, 你会呼吸, 是一个Negis。 那个后来的人, 希腊人也有讲过, 那个叫做Soul, 叫做灵魂。 但是一说到灵魂, 这个是灵魂主义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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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希望文明有利的地方。 你说那个真如生灭, 对不对? 其实那个是有利的说法。 但一回到兴趣的人, 那个力量就没有了。 就是变成自然。 西方人这种分别, 它是变化、development。 它真正有利往前跑。 它知道我们开头, 我们也不了解, 最后我们也不了解。 但是我们只有一个, 往前跑。 所以这种事情里面, 我记得很清楚, 真正属灵的话, 也是讲基督教的事情。 对不对? 真的属灵讲出来的, 和那个没有属灵讲属灵的事情, 根本是两回事。 怎么去分辨它, 怎么去分辨它, 这个才是这些问题呢? 所以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回答。 是不是, 就是苏格拉里讲自质了? 孔子讲自质了? 那个有没有自质了? 不知道。 他说, 他说他自质了, 你有什么办法? 我说, 我知道我不知, 对不对? 你也不觉得了不起。 我懂得所有的知, 去证明我那个不知, 你也不觉得了不起。 是这样子的话, 你通通是知道的。 你通通不能分辨任何东西, 你就掉在, 我就跟你一直说, 你就掉在微面的一个角落, 一个理论, 一个说法, 几个字, 掉在那里面, 你就知道, 这个太可怕了。 这些事情, 可以分辨清楚地讲两句话, 通通就是数学。 文字里面, 从来对这件事情没有最好的条件。 佛经也好, 基督教也好, 基督教也好, 基督教稍微好一点, 通通没有很好的条件。 所以面对这种问题, 所以我花了那么多时间, 讲科学和尤其数学的问题, 也就是那个, natural number and jann址那种 分辨, 不许现在全部都能够加上纸, 你根本不想到natural number, 全世界落到那个地步, 叫做一个大门一团, 你都还不知道。 反而趁得跟你搶来搶去 所以吃饭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出来 今天我们这种状况 和地中海当时一千 纪元前一千年到两千年之间的状况是很相类似的 那么多民族 那么多种类 那么大范围 头脑交出竞争的很厉害的一个语言 形成的文化 那种 我没有办法心想 我当初去干军中把泥传演 不得以后就落到希腊去管希腊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我今天叫做这个民团里面 这个民团里面有一个代表性 叫做data 叫做数据 所以我才给你的数据去讲这个民团 没多少意思 但是这也是一种支持 并不是我 并不是我的真正里面最重要的 所以我在写了二几本书 最后这本就叫做自然术极其意义的原型 就是人 就是人 真正文明的文明 我本来认为是文字语言 是文字语言 现在这个大叔一出来 才想着 人类的共同语言 不是文字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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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那个一二三四五年 形变天下 不应该在一大 大变天下 我们看到这些事情 我们看到这些事情 反正那个理想 反正理想是不可知的 搞不清楚的 就是那个零个无限大的问题 是一样的 所以 这种情形里面 我就会把很多文件 很多问题都混在一起 我认为是 把data 和 number 讲清楚 是对你 对现在也好 对其他者也好 分辨的话 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 适得其反 你们说 听到我们啥啥 我回去做 再去看那个 那个YouTube 哎呀 我那段讲 好几段 都讲得非常清楚 最后才有讲到基督教 我是附带的 一定要帮到家里面 那些菁英文这问题 特色 所以没有想到 大家兴趣很高 事实我也知道 就是 宗教也好 基督教也好 霍教也好 是和那个人的生命平均 这些关系 所以你不一定 关心数据 你一定关心宗教的生命 这个就像佛教讲 佛性的人自由 所以我觉得你不懂 数据不懂 数学不懂 现在流行的 不是自然数的问题 是几核数的问题 加密工 但是 它是一个空间的 有限度的 关系的 可以 有一个结构的 人可以控制的 这种知识 希望能达到极限 在希腊的时候 别人都不知道 这件事 在现在我知道 所以你们都知道 从前竟然 真假都不知道 只有 苏格拉迪一个人知道 加密工 那些人是 紫苏拉迪一样 就是安安在伊格拉斯 再近代他追求你才 这就给你们知道 这些事情 关到 属灵和奥布苏天一样 关到奥布苏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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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想让我去 他说 生命並不是一個要解決的問題, 生命並不是一個問題叫你去解決, 生命是一個長久經驗的實體,你要經過它。 我一看到那個人沒話,我講真的懂生命的人。 他也不講屬靈如何,也不講人間如何, 講到人心裡面,生命本身, 懂我這個意思嗎?分別就是要分別的東西。 有的人一講出來那個話,就是在那個事情裡面, 實體性的,它有一個realization, 或者沙羅斯坦的事情。 有的人怎麼講,不是在外面上司下暴。 所以怎麼去分別這個事情,我覺得現在碰到數據了, 哎呀,這個真是太難了。 所以你們可以繼續跟我講吧,你們是要了不起的。 這些問題就是,人類有史以來,一直存在著謎團一樣的問題, 到現在,根本極限是被逼出來的。 所以我講基督教是被數據逼出來的。 我講數據的是, 是被中國這些的陌落,東方這些的陌落, 相信人們的陌落,被逼出來的。 這樣複雜的一個問題, 基督教當初講那個Nephes, 是那個樣子, 後來變成這個樣子。 你看那個教會啊, 台灣不知道有沒有,那個大的聚會啊, 你看,在美國很平常。 那一個聚會啊,就像那個NBA, 跟球賽一樣。 你看那個, 他在特寫鏡頭, 聽著那個人的樣子表情啊, 聽那個Presor, 其實他們都講的這些故事。 幾個文字的說詞而已。 但是他們之間親愛的那種。 你們懂我的意思啊, 中國人根本沒有這種狀態啊。 孔子幾個人而已啊。 你叫孔子招了兩萬人來, 來, 來, 聚會, 當他的學生, 這是不可能的。 老三人, 東方是這種狀態, 這麼多。 我們看到西方那種狀態, 也不可思議。 因為他們那種傳教, 唱歌啊。 你們沒有被這裡感動過嗎? 有沒有有啊? 你幾個叫你談情。 是的, 就是我在台上, 我一邊讀聖天, 一邊實在去照啊。 我都找到沒有人的時候, 在這邊, 坐一坐。 同樣子我也去, 是黃岩連社。 黃岩連社。 在近年路啊。 我還有師父啊。 我師父就是那隻光。 陳一, 陳一馬實在戰, 陳一。 南庭。 長島。 長島。 那後我是一輩子的。 他們的師父就是隻光, 在黃岩連社。 你所說的是, 我沒有信仰。 你所說的, 我不是這對。 我參與參與, 我不會走掉。 怎麼去參與呢? 我不知道, 我有一種感覺就是, 如此類的, 可能那種感覺有一種要求, 那種要求也說不出來, 像冥團一樣, 生命是一个未来,就是爱一定是非,等一下我会讲到一句,爱是非常特别的一种,所以我没有想到讲到基督教中的问题, 南非和那个属灵特在一起,是那么复杂的,我先仔细考虑起来,中间我就把它关开了,我要关书那里, 中国人真正信基督教恐怕死,我会认识基督教,我会认识基督教,我会认识基督教恐怕死, 八国联系压编单程以后,被他们打败李塔普,而且他们传教的方式那么高超, 开医院,开学校,Family Making准准地,测入到人心里面,每一个普遍的社会,这个基督教对组织性很了解, 國教的聲樂園沒有 和他們不能比的 你安靜一下就沒有了 是不是 你到禪院裡面一坐 什麼都不要講 台灣在國中 我們大去幹那個禪院是很漂亮的 是台中那個 從那台中 你們去過嗎 好像一個黑熱的 很大 我認為那裡邊最動人的就是 四個 一定有四個那個 四大金剛和那個材料 其他都很難講 其他都太擠了 因為那個環境夠開過 到最上面去 應該很開過出來 最上面也沒有 有玻璃的地方 不夠大 但是你要曉得 那個基督教 任何一個地方 一個小小的教會 好漂亮 現在就不要講 建築就都要講究 任何一個 有教會的地方 教會都好漂亮 台灣就像東海大明明 算是漂亮的 那種在美國 在西方的思考見段 那種在美國 在西方的思考見段 所以 我心裡邊那個女團 還是中國式 和西方式的女團 和佛教她勉強 我可以 十幾歲 愛好傳眾 二十幾歲 進教堂 三十幾歲 沒有辦法 三十幾歲 從中從中 回來 一直到四十歲 才確定 我做的是很確定 我做的是很確定 一個確定的中心 竟然是受血 爸爸為對象 就做了一件事 所以講到這些問題 對我來說是自負健康 我就是這樣做了 在今天看起來 對一般人來說 幾乎是不可能的 就是 我就被推過系的 像是說的 不規原則 方法 等等等等 行上每月都被推出來 我們不懂科學的話 是什麼方法 是什麼理論 假如事情對我來說是這樣的的話 只要我們今天講 要講基督教 我還是要提出 師範子 我講的那三個科學的演奏 數學的演奏 數學的演奏 數學家本身不一定完全 了解他做的事 但是我們 和客觀的旁觀 來看他們做的事 我們會深入他的根源和 和核心 我覺得這也是很重要的 哲學和男像謎團一樣 中間更不要想 到底還是有線索可視 對我來說 就是兩個重要的線索 一個線索 你說什麼東西不重要的 你怎麼說出來 才是重要的 一定有一個根源的問題 這是我前生的一種 一種 比較的一波想法 一種 暗號 一種追求 所以怎麼看 你說中國可以 成就戰果 這個怎麼可以啊 所以你看看 接一千三百年 五百年 倒死五百年 這個 尤其人類群發達 動不動追溯的 幾十萬年都可能 你說中國你在 迷 迷糊在這個 文字以後的 這些說詞裡面 這個我不來 我為什麼這樣判斷 我不知道 找這個根源的意思 又不是找到一個源頭 而是形式上一個源頭 從什麼理論開始 從什麼人開始 從什麼地方開始 從什麼地方開始 不是這個意思 你 你這個根源的時候 你是不是已經把後面 都都連接起來了 你以前認為 這個根源是在這裡的 而不是中國哲學 紀元天長 年輕到來年五百年 在這個 下山以前 可能是在下山的時候 你從現在 拉伯倫因數 數到 今天 兩千五百年 不是白數的 這個文化 怎麼會持續了那麼久 這到底以什麼力量 出使這些人 統統相信基督教 你看 那個 南非 不是現在的 屬靈的意思 變成屬靈 有它屬靈的原因 變成 生命是生命的原因 變成 經驗哲學 又精血的原因 變成 馬天洛德以後 又是一個東西 哎呀這個 這個 這個根源 非常複雜的 這個 你 只是根得基 不好意思 又什麼意思 當然是是 的 這就是根源的意思 就是 找那個 康 找那個核心 什麼東西 才引誘 那麼多人參加 幾千年都 應該那個 猶太人 是不是 你論基督教 你只看他天主教 只看猶太教 只看教會 你不會了解的 所以 你中國人 要相信基督教 還這樣非常困難 我覺得 回去你們有沒有去 上網去查查看 是 現在的一個中國人 是 現在的一個中國人 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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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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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那個 deliver 尼拓 對 尼拓 尼拓 你不要把他們的故事看 人間的事情不要看以人而造出來的形式 要找造出這些形式來的人的源頭 是才有哲學可以的 有這樣的哲學才能夠進入到不可知的宗教世界、藝術世界 連可以知道的東西你都搞不清楚 什麼屬於人的表態 所以你就知道我為什麼花那麼多時間 講那些自然術、講數學 是告訴你可以知道的東西是這樣子的東西 你連可以知道的東西都搞不清楚 離開去知道那個不可知的東西 但是做不到的 人實際上說你只要為其信仰 你要相信有多大 那你個人的事 我不是這說的 所以按照自然術、按照這樣的數學 因為我低在一些角度 我努力以為少量的大 所以我會講這個文明 就是東西文明 世界大交通像現在一樣 有三個原則一定要把握 這是我一個 所以说不出来一个能力,我学一个东西,我会把它整理出来。 这样当初二十几岁,刚刚叫做去整理一些大乘其心论言,我都列了一个表。 我前一天就上了,你看也有人列一个表。 孔子,我也是列一个表,第一个表。最后的影响是什么? 中间过程怎么做? 这个方法陷入问题,中间一定要好好把我的足迷再做回来。 所以我们看到,师父学是把这些事情讲得最紧可, 但是有三十个东西他也讲得清楚。 第一原理,所有的文明表达出来,统统是形式设定原理。 所有的文明,你再高超也是一样。 你说的有符号,你是不是要用文字,用个图形? 我问你,这个图形是绝对吗? 有哪一个文字是绝对吗? 有哪一个符号是绝对吗? 没有,是理造的。 这个人类到二十世纪才知道这件事。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那个是数学家,你讲究的列表。 就是公设法的代表。 我必须要接受数学的这些情络。 所有的文明,只要你干嘛,你统统是形式设定原理, 你谈不到绝对的。 你应该要相信某一种经典,崇拜他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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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也是个人的事情,无所谓。 第二个原理就是做的。 只要是表达出来的形式设定原理, 设定统统只少一项原理, 从中没有真正的定义性。 对我来说,少一项原理是人类为明明,最重要的。 就像佛教里面,我说有三个大原则。 原其性功,心上者与言。 看世界,第二,圆起圆灭。 事实结果,色即是人类。 这三个理别。 原其性功我们不知道,找不清楚。 不可能追到那个性的、空的圆头。 你追到那个圆头,还是一个非空的。 儿子的行为人类, 所以原其性功只能说,就像昌德说的奴隘。 只要我们说天语啊。 他是一个人,不是定义的自然。 老子也是一个人, 说了那个自然,就不是那个定义的自然。 所以我们怎么说,都是事有定性的话, 他就是没有第一项。 这个集合论的人也能告诉我们。 因为你根本没有第一项,所有第一项是设定出来的 所以相对于你设定要找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叫自体,自体项 所以这个自体项不可以和设定形式项直接沟通 这句话太重要了,对我来说 你要先懂的元起元面,没有东西 你一个意识发生了,一下又没有了,一个想法有了,一下又没有了 一下仇恨有了,一下把笑不掉 你做的很有工作,一下把笑不掉,元起元面 你不能够做到元起元面的程度 你怎么会抢那个,使元起元面可能更大的欲爱 元起信工 你绝对不能讲清楚,最后你讲十二一眼 是不是?佛祥里面大家都可以啪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相信就是 deixa可以讲述 你本人发生了没有了,对应该来,عة的 practices 我们是活在一个生灭过程里面,因为我们的过程是缘起缘滅,来自无可辞的星空,所以色即时空回到缘起,缘起星空。 所以缘起星空和色即时空,要通过缘起缘滅才让你把握到。 你根本不,你自身意识里面的东西停在那边,你还有好物,你还什么什么什么。 那讲什么缘起星空,讲什么色即时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很重要,缘起缘滅很重要,少一效缘理很重要。 所以中国这些是了解的一个东西,因为什么它是三人论? 它不是天是绝对,不是地是绝对,是人是绝对。 人是使这个天地可能被认知的,这个缘起缘滅的人。 只是我不能够知道第一象的那个人。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缘起缘一点点,没有二元论。 没有二元论,你就不要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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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了。 你说来说去是二元论,是不是? 你佛教说来说去,弄不好都是像真如和生变,没有真正的心。 只要那个心在二门外面,那个心也是假的。 那个二门在心里面的话,那个心才是真的。 基督教说这个,说的基督主最好,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少一项的原因,对于我来说是,西方党自身没有问题,不必要管这件事。 他只是想要搭乘一个数学的完美性,控制所有的个别境遇。 他就把那个肢体的问题不得差,不管。 自己的问题放在自然数里面,就是那个零和无限大。 就是那个一和N以外可以数的数,不可以。 不可以用可以数的数的数去数的那个数。 因为你是一往前数,所以前面有一个。 一往后数NN加一,所以后面还有一个数。 这两个数,这两个数根本是一个数。 就是集合真理里面讲字体像。 所以字体像在数学里面是不讨论的问题。 self-reference,在哲学和相信问题里面。 一定要考虑的问题。 尤其是宗教。 那么这样子,使那个数学发展统统在里面。 就是把字体像和零和无限大摆开消除以后。 设定的数之间的复杂的数的功能的运作和运算。 所以,在等我这个意思吧? 可能听觉,我还是认为已经变成40度的时间。 所以讲到基督教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从自然树上演变下来的。 它是个字体像中的问题,但是不只是相对于形式设定。 形式和内容不是二元的东西。 形式相对于内容来说是二元的,二元内容也可以相对于形式设定。 但是问题是形式和内容怎么发生的? 这两个诗怎么发生的? 一心和二元。 所以那个心是第三元。 真正的第三元是包括二元。 就变成真正的一元,一心。 所以一二三,弄清楚的时候会帮助你解决很多的哲学问题。 真正的元是一元,没有错,绝对。 但是我们不知道。 放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有一个,我们的音乐,有一个理想,有一个东西。 你也说不出来。 你一说,就是音量。 上、下、偏、低、人、我。 同都是二人。 是一丁丁一丁。 所以把二人说清楚了,就变成三人。 把人加进来。 把人加进来。 那个人没有在二人的一元里,形式里面。 那个人是同天的。 所以,天自然绝对神是不可以讲的。 它是真正的相对一二三元里面,真正绝对的一元。 我从前三十几岁想写一篇,讨论一元、二元、三元,西方的权利。 看他们那样的讨论,实在没有意思。 你不知道要拼人。 你说一元,一元什么意思? 什么来着? 你说二人,好像很清楚两个东西。 天上、地下来。 天上、地下来。 天上、地下怎么来着? 是为你讲的。 是你讲的,也没有真正的天,也没有真正的地。 是人的天,人的地。 是不是? 把这个人意当作形式参加的。 就是异性。 三年文。 天、人的地。 把这个拿发起来,指向你真正的一元。 就是爆发的三年。 我觉得这哲学院在将来哲学里头, 对基本的结构的表达的方式和方法上来说, 太重要了,一定要弄清楚的。 所以,数学里边就是, 我把它中介到这个三年。 第一个,形式设定一项。 形式设定一项。 形式设定一项不可以直接相对自体向来说, 你不要忘记,他们是非常聪明的。 他们说你设计自己一项, 你的形式设定一项, 你的系统就是少一项的系统。 比方说你设定一项都没有唯一的", 你把他说到这些。 和佛教的讲东西也一样。 不是天上是重要的, 地上是重要的。 把这个天上的地上的那个, 说出来的人也是最重要的。 结果,那个人有时天也不是你。 所以这个叫做链举圆理。 你只是自然的一個東西,你也不能代表自然,你也不能夠不活下去製造過很多非自然的東西 所以這三點子最重要是中間那一點,我們真的就是中間那一點 古龍一般來說都是形式那種天和地,絕對相對,都是二元 真正二元的話根本不能溝通,因為所有的二元,你把天當中覺得也是一個字一個形式而已 這個字本身不是自身發生的,是人指出來的,設定的 我覺得這個中間關係非常複雜 所以要說明清楚,只用我這樣講,實在是根本不可能清楚 你有那個心,知道最好是天生的有一個心 有一個東西,那哪有心,那個東西沒有啊 這糊塵糊塗人有一種想像力 你有一種想像力 你眼睛一睜開,你會呼吸,你就會做事,你就會呼喊 你就會有文字,有聲音,是不是這樣 你不能夠只聽到你做出來的聲音 你不能只看到你立的文字和符號 你不能只知道你很多人加在一起,為名裏面創造出來的 譬如說理論的,主義的,什麼什麼什麼 原則和方法,你不能只看這些東西,因為這是被造的 所以你說你天生有一種源頭感,有一種要求 但是假的你佛叫來天生一種昆霧感,未經社會,是不是 皇帝當中都沒有,像那個無的問題 但是實際上那還只是從形式上來解釋 問題是說,你一個人怎麼把無指出來的 你看,這個是實際上數學的問題 我把它給一畫出來 這個你用它,用得那麼輕、那麼愉快 你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呢 我是說這種傻事的人 我們才曉得十個一成為可能的 我們才曉得十個一成為可能的 是一個非一的非數的零和無限大 就是 你說任何東西 都要把你 所以這樣說,說到最後的那個說 你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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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出的一個東西在裡面 人道是怎麼 在哪裡啊 我會實際上不一定嗎 這實際上不一定嗎 多少你才會 使那個人 為名以外的人的位置確定不成 這就是鄭柏仁為大個地方 孔子老所說的 安耀與順就做了 這個叫中用 不是天不是地 我們就是確定一下 我們在那個不可知世界裡邊 比較稍微可知的人的那個地位 位置在哪裡 這個中國人 將來 現在世界裡邊很厲害 對不對 也不一定是最為大分 在西方文明 千人就是confrontation 可不可 和平處理 這個事 所以 現在這種民傳 在我看起來 根本就聲音文字和平音文字都鬥爭了 你根本不知道 今天這個貿易大戰是怎麼回事 你不能只看貿易大戰裡 關稅多少 這個也沒有意思 你看什麼人去執行這個事 是不是 之前這個事情的人 人才是真正的給你 不是這些大戰的事情給你 大概有什麼給你 隨便你 什麼主義可以 什麼理論都可以 怎麼實經委也可以 二實經委也可以 零經委也可以 隨便你 所以這個人的位置太厲害 太重要了 數據為什麼現在變成AI 就是把人消毒掉了 平音文字就是這個壞人 他本來是執行人的最高度 抽象思考能力的問題 最後把最高抽象思考能力的人消毒 只看到那個被設定出來的形式 發展到進去 因為是清淡和貿易大戰 所以這些情形 其實我覺得數據有人說得很重要 就是因為你不懂得中間向 特別說邏輯你 排中慾 不是這個就是那個 不一定的 有可能這個也不是那個也不是 也不可能 也不一定說一一定要到二 二到一定要到一 中間成了有個數個數 是不是 我和你有這種關係 這個關係裡面有很多關係 又有你 又和他有關係 這個複雜就不得了 輪到人的時候 這個複雜度 簡直不是可以人可以了解 那個中間叫做自知 自知的意思就是 先把可以知的東西成定 所以講來一下吧 這些事情 用文字去說 都搞不清楚 具體來說 這是危機分 你以為也不知道 二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一和二之間的關係 有無限的數 是你極限的問題 就把那個 無限的問題帶回來 可以去數啊 可以找到那個 固定範圍 像寒露一樣 可以操作它 所以 平衡的這種 重要性 在整個人的文件裡面 真的是 不得了 這個 只要今天沒有數據電話 我也不會這樣講 沒有想到 像一個文件 其他人的文件 統統 算落到這種地步 八國聯軍 雅練戰爭 一直到抗日戰爭 一直到全國 我命令你 你要怎樣 我和你 和談的意思是 替喬家給你 要照我的命令去做 習近平今天 照他的方法照樣報紙 我說今天可以荷蘭 一回去 我又把你的關稅提到 鬧 你牙花牙 一子毛蝸子 這個好不好 我不知道 一個人在現在需要這種話 好不好 是不是 你假如在 如果在和平的話,他主張和平、合作、共存,就不必定。 這個川普實際上大概不一定找聯邦。 不過我看他,是因為說話果然說的蠻正確的。 川普不行了。 你們對川普怎樣? 我會找聯邦的,不是找聯邦了。 那樣子很討厭,不像一個男的,不像一個女的,很魁梧,嘴巴又小小的,扭來扭去講話。 你們覺得怎麼樣? 我吃飯的時候,我說他想像個小媳婦兒,你們今天做太太。 今天美國人很多人擁護他。 社會就是這樣,人類就是這樣。 大眾地中海就是這樣。 這怎麼也這麼話好講? 我來看他,也不是英雄,也不是狗雄,也不是誰。 這是莫名其妙的一個人。 商人。 商人。 哦,什麼都可以,商人。 就是那個老闆那種感覺。 他絕對不是只是一個商人。 我知道。 但是,其中有一個興趣。 你不要忘記那個誰講的話,孟子講的話, 上下交爭力,而國為一。 我們都唱來唱江歌。 沈默曆 displayed。 社會與人間,不是你銀意。 正 brutally turn story idea explain 。 是沒甚麼人。 是生存和生命相關的那個問題。 現在腺距離配那。 現在神階館 reserv 1969 dot now 不知道怎麼樣, 神栗先搶到再做。 超強深的答案。 草顔才能不能吃掉 daddy same parrot 123ände POLAND 也沒什麼話好講呢。 你罵蔡英文,什麼都錯,也不必的 他也蠻可憐的 他已經善意把他變成這樣一個人 他就做他那個人那個事 他有錯嗎?都用歷史吧 除了無價三明將生在美國 是這樣子一個社會 最後他就做那個事 都是很自然的 現在美國就需要他做重視 不一定 他們找了 因為很多不是美國人民 他那個制度、歷史、渊染、社會 現在周遭的世界關係才促成的那件事 不是單純的美國什麼 不是單純中下級那一部門 他也不是那麼笨 他當然他很怪他 他很怪他 他不照顧 看到其他解非呢 沒什麼好看 跟台獨一樣的 已經變成無所謂的一個聽見識了 還在那邊講高 還講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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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還人民幣、全民幣、柔弱 這個都變成廢話了 那個 這個人怎麼會那麼笨 那麼糊塗 你混的方式不行嗎 為什麼呢 還有密法姐也不去念啊 人間蠻可憐的 所以假如有一種理想 有一種力量 是我們可以依靠啊 依序去做呀 已經了不起的 是不是 科學是一種 已經可告不可告 不知道了 大陸是很厲害 很多都領先全世界 什麼 量子微信 第六代戰機 超級電腦 現在大陸有好多種都世界領先 聽說領先一兩三年以上 假如是這樣子的話 大陸是有實力 這一群人 不是表面上這群人 真正的人 是 天才來的時候 是看不見的 都潛藏在那個人群裡面 他有一個默默的一點 慢慢來感染一切 最後是形成 什麼基督教的 都是這樣來的 哪有說是一個組織 一個權利 哪有說是一個組織 一個國家一個宗教 一開始就幾萬人開始 哪有那沒事的 就一個人 You care God I am the single one who believe in God 真正信仰 上帝的人 是我為我自身做為唯一的那一個人而已 所以哪裏是 真正的理想 那重點是 真要畫畫可以畫得出來 是不是 是那個人的話 是那個人 其他都無所謂的 只要這樣子 活下去 to experience 就好了 所以這件事情 執行到最盡情 最缺切 最有力一點 人類明明也不是像英文字 是平衡文字 你以為到現在看起來 不是科學 科學是毀滅 你沒看到你電視裡面 你維持效應 那些氣候變形 那些悲慘 哎呀我不敢看你 印尼 那個 柬埔寨 加州 好可怕 這個 還有晚上都睡不到這樣 就想到你 你一隻在神秘災難 天生個性不見 我已經要請你好幾天 再就是擔心 臺灣又有提醒你 我才爸爸那個沒有 文事消應還好 因為我們是都是水 所以,中間性、中間向是重要的,非常重要的。 你千萬不要立一個高人,最高就勝利了。 你也不要說,中間向是重要的,非常重要。 找一個目的一定要帶我到達,不是這樣。 你也會能力執行你自身可以做的,努力去做的這個過程。 所以,少一項原理是,自己和心事設定之間,最重要的一件事。 可惜,西方人把他放過,少要這樣變關係,只有設定就好。 只有設定,那個人都選擇性的。 我們說台灣的什麼,叫選擇性的什麼? 其實,政治上是一個選擇性的什麼東西? 記憶。 選擇性記憶。 還是以往。 其實,科學裡面就能做這件事。 就是選擇性公理。 從前,簡單的時候,歐世紀還用直覺來解釋。 二世紀初期,還用直覺來解釋那個選擇。 現在不是,完全是形式化的選擇。 它是有一個構圖。 就看從那個計算下去,看那個計算器出來,有沒有效果。 就是這樣。 你看了 公社几何 公社X3和XS7就做了一件事 十个公社 上面说的第一大堆 好像多分之小没有相关 对不对 对不对 其实在我来说都是就在那一起 这种的意思 我们现在回到地中来 看那个字就要到这种意思 当时我回到地中海的时候 没有想到地中海是那么多大 第一次我们注意到 就是这个种族太复杂了 在中国没有这样子 你看很多种族都能有啊 少数民族 但是在地中海原来不是少数民族 每一次都是大 多数民族 但是竞争起来很厉害 交通起来历史上还好 非常复杂 举个例子给你提 你就晓得 我们分一个种族 就是分一个菩萨 对不对 最少的菩萨是棕色 棕色 棕色 中海啊 因为这些埃及有棕色有黑色 有棕色有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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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棕色有白色 有什么色 有什么色 有红色的 有红色是这一点的 东方这一点的 但是你要知道 棕色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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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色和棕色 最好的棕色 在棕色 最好的棕色 到现在为止流传的是 在南大片安和澳洲 澳洲 十人的棕色 臉都…肌肉愉快愉快 那個棕色的棕 南大明也一樣 棕色的棕 出色是這樣子 形狀是這樣子 最歷史考古的 棕色的這種棕 是人類智慧最堅的一種棕 是人類智慧最明顯是人類智慧 他還保持在紀元前幾千年 那個時候李崇偉 就跑到那邊去靠國 畫畫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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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拍那個DVD 他又送給我了 但是劉希慧也很特別 那麼老的 他可以真正自個去跑去 他是藝術家 想要了解原始 是不是 他這個還不知道 那個種族是人類裡面 愛國最低的種族 但是你們有沒有想到 今天和古代的埃及人 不是那樣子 你們都看到古文明嗎 你看到那影片 有沒有看到那影片 最著名的就是 我們現在知道 埃及至少知道那三個大的王朝 圖登康奈、阿肯納登、Rameses 一直到基督教、摩西 你看那些人都不是那個笨的像澳洲的人那樣子 显然真正的,埃及也是個謎團 古埃及人、近代埃及人、現在的埃及人 都這樣分開的,因為古埃及人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們不知道的 我們到現在知道的是被挖出來的那些 最多名的一個,不但不是像棕色人那麼醜陋 而且大家一看到,就是那個黃金棺材挖出來 一個鬍子,金的棺材啊 美少年耶,有沒有看到那個圖得乾呢 那麼漂亮耶 不過我看到那個木乃伊是那樣漂亮的 據說他本人不是這樣的 後來把他挖出來的 挖出來用那個靠谷鮮影 結果一照出來,那個人很醜 從那看得很醜 而且是白鋼 像是阿爾法比一樣 這個都無所謂的 他造的是一個很著名的王朝 是不是 那個王朝的狀態,應該有那種木乃 有那種棺材 有那種什麼 可怕那個已經一千多年了 紀元以前一千多年而已 一千三百到一千五百之間 關鍵華說,文字已經形成了 我們知道的埃及 大概都是在文字前後的埃及 好不好 我們金字塔琳達紀元前三千年 但是很可能那個斯福克斯紀元前四千多年 是不是 所以埃及那個人頭 其實一團筆 不知道 種族也是一團筆 根本不清楚 按照這個王朝的純木挖結出來看 你看他那個人也好,圖形也好,很漂亮 你看他最主人的 Klipatron 就是那個 那個 凱撒時代 是不是 那個漂亮是真的 不要說他 你看阿肯拉登也是很漂亮 阿肯拉登是有一種什麼病的人 那種什麼病 鼻子尖尖的 那個 頭起來 長長的 知道嗎 那只是說這樣子 但是那是因為那個 後面 因為他是中間突然移出來的那個王朝 後面的人都 就是 沒辦法延續 我跟阿肯 對啊 只有他移到那個 他是以埃及為命 我們現在了解的 發展到最高的 成功時候了 比後來的更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 他 創造了一千萬 為什麼這個很重要 在埃及 現在來說無所謂 對不對 在現在來說 但是在 魯大的時候不是這樣 他為什麼很重要 他為什麼很重要 當時問我埃及什麼 實際上 兩千萬 我也不能說我了解埃及 因為對我來說 埃及一定是一團 他有兩個極端 兩個極端都是很實際 對他來說都是很顯實 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一個是禁止他 一個是他生老必死 過年過節的 節日的 休息的 什麼生活方式 就是所有實際的生活 什麼藥 什麼 髮型 埃及人 在之前前兩三天就有 就是實際生活 就是實際生活 我所有生的流行 而來就流行 了 但在他們看 我們看起他們來 不是一種流行 就是好像自然需要這樣 叫他這樣做 他就這樣做 假髮 戴假髮 吃什麼藥 化妝 都是很濃的 化妝 口啊 貓啊 他們都非常愛好 過年過節 千住什麼 都帶出來 悠行 你看那個 挖出來那個 拿著那個廟裡面 你們有沒有去過 去過那個 你有沒有去過三號色 三號色有那個廟的模型 三號色就是西谷 歸谷 它有一個博物館 它那個博物館就是 照著原來 在阿肯拉的那個廟 挖出來那個廟 金是哪裡的 那個廟 完全那個模型 我們從上面走下去 那些柱子 那些神 那些柱子 裡面最有意思的是兩件事 應該是 他們 你不能說他注重死亡 他們把生死當作平常的世面 你不要看他金子塔 那麼大 也是生活裡面 還有一種自然的必須 一定要蓋到那一個 為什麼要看到那樣 為什麼要看到那樣 要保留那個死心 木耐一 為什麼保留木耐一 就很多傳說管他 所以他做了那麼深遠的死亡的 他做了那麼大的東西 和他那個實際的生活的 節慶的什麼細節 兩個極端一樣的 緊密的連結到一起 所以那個 金子塔裡面那個 一個就是講那個死神 死神有36個 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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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死後都差不多 只有那個人 經過什麼 地獄 什麼 審判 審判 審判的時候 你經過很多死神什麼的 到最後 水靈里的時候 有一個秤 秤旁邊 那是一個 是一個接口 這個什麼 狼 財狼嗎 什麼狼 武狼 財狼 財狼 那個財狼是來撐你的 撐你多重多輕 你越輕就表示你有靈魂 那個靈魂就變成一隻鳥一樣 就有自有飛躁 一講很重的話 就要審判 下地獄 但是看著他們 那個下地獄的 審判的死亡 都好像滿平常滿快樂的 不是說是黑暗的地獄的 像那個什麼 佛教裡面講的那個 大陸有一個什麼 什麼山 什麼山 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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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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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沒發達 甚至在發達 生活很注重 娛樂很注重 地獄 地獄 地獄